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的刘德华香港演唱会在12月15日举行将于1月3日落下帷幕 但举行到第14场的时候 他上台唱了三四首歌之后 就因为喉咙发言 而妖妖展当晚的演唱会 他本人也十分失望 在台上流泪 据大会表示 观众特保留今晚12月28日演唱会门票 主办机构将尽快公布有关后续安排及退票事宜 这次是罕见的演唱 会事故 刘德华相隔八年再度开唱 没想到最终让歌迷失望了 刘德华的演唱会 每晚都有很多艺人捧场 而这晚则有人搭华夫妇 舒淇 胡信尔等等 知悉 刘德华其实早就口笼痛 还是看了医生 医生当时就建议他不要唱 但华仔不想歌迷失望 所以坚持上台 结果还是不行 大概在晚上9点的时候 华仔唱到如果有一天 他突然对着观众台上七旅珠丽星流向会 每晚捧场的方向说 我真的唱不了 不好意思 医生叫我不要再唱下去 所以我唱完这首歌 就要终止演唱会 之后 声音沙拉的刘德华 一边唱歌一边流泪 完成之后 再多送了一首歌曲给观众 随即下台 在场大部分粉丝虽然失望 但得支持刘德华的决定 大叫华仔不要哭 另外 有歌迷在网上发现表示 卖了三千多元的黄牛票 却没能看到刘德华的演出 十分失望 三千左右 和 Tang 两千多元的木条 三千י